好的 继续回来 刚才我们也聊到了 孟文队连下两城 那么接下来 SKY队这边是派出120呢 还是因为有待商权 但是个人 根据包括刚才彩色老师也说的 120该出场了 如果说再拖到后面 他其实给他的压力也很大 包括针对我们的月神 是不是应该在前期 做出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呢 其实120打幕的话 特别是我刚才 刚刚也是看到了比赛地图 下一张地图 是海归岛这张地图 我觉得这张地图的话 120必须要出了 必须要出了 这张图 首先一个是 对于亡灵打案也来说 还挺好打的 是的 再一个是真的 已经感觉已经一只脚背 对吧 箭在弦上 对 你在弦上边上了 你必须要让110出了 是的 不得不发了 所以这也是现在盖哥这个队 我比较被动的地方 因为120一旦出了以后 下一张地图 应该是要林影去选 然后让林影去针对一下120 没错 是的 当然我觉得120打令也没有什么问题 也没有说120就很胖利 两个人其实也挺接近的吧 挺接近的 但是如果是让令选途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小流势 就优势在这个选地图这一手上 是的 没错 好的 果然是给120打幕 但是这一局的话 我觉得120的胜算还是蛮高的 120怎么没戴眼镜呢 这是不是绑打 其实越是到这个时候啊 越是要放松心态 好好地去调整一下 吸收一下像前两盘的一些失误 有个问题也会产生 就如果说你打个人赛 还有打这种 对我来说都差不多 但是对120来说还真不一样 120打团队赛 他有个外号 你知道叫什么吗 团队独流 120打团队赛的战绩 其实不是说特别 就不是那种 像他个人赛那样 有比较多的经验的表现 好的 这边比赛要开始了 海归岛 现在海归岛 新版本的海归岛是没有进点了 这个图的练击点是离得比较近 所以说打到中期 打到特别是亡灵的三本 升好了以后 练击效率是非常的高 你看木这边会有什么打法 最近比较流行的是恶劣猎手 但是木的话 他其实也蛮喜欢用KOG的 如果用KOG的话 就是拼的可能更多是一个运营开矿 那用恶努猎手的话 那等火就是正面的操作碰撞了 是的 DK 那这盘的大概的走向应该还是一个单框打单框 双方会以练几点的争夺 然后等火看看谁在抢足练几点的时间 操作的更好 能够抢到更多的点 提升英雄等级 谁就能够获得优势 看了练这个411 要你的农民是看见了 好这边可能想购怪 但是小心啊 别把基地卖了啊 感觉暗夜精灵打这种亡灵 最怕亡灵怎么打 最怕亡灵怎么打 对啊 就是经常我看亡灵三本一波过来 可能还是怕三本一波 那波暗夜亏得太多 好 10也是上来练411 因为亡灵上来 那个农民把怪勾了一下 也是让暗夜精灵这边练击效率 其实下降了不少的 是的 力量加3 农民被野怪给打死了 他是送野了 刚才是被DH追没血了 应该是 现在亡灵练击很积极 哦这边DK要直接练这个332 哇练这个点 如果刚刚好被DH抓到的话 压力还蛮大的 他可能刚才觉得DH去练死 去抓411去了 去戈B 这边直接铺木的AC 但是感觉不好铺 好 木正上来直接学献祭 你可以用了一个献祭匕首 这个道具前期给了UD更多的容错率啊 木这边继续赔 但是其实有点也赔不动了 因为亡灵这边可以给 可以继续天衣黑练这个411 要怪也好练 然后部队状态还不错 你靠一个DH的献祭过来 你靠DH的献祭过来 一个DH烧的话 可能比较难烧到东西啊 这里亡灵是选择了 先刨对手的小狗先刨对手 把DH打没血了 然后我再连接 感觉很难阻挡这个DK的练剂啊 死亡其实可以安安心心练剂了 两级了 好的 这边 DH其实没有赔到什么东西啊 杀了一条狗啊 但是自己也是耗费了大量的状态 对 暗夜就感觉这个种族还是蛮缺不不及的 买了一个头环 现在头环是大家 所有组组基本上都会爱买的一个东西 12年看起来好像还是那种三本要来一波的那种 是的 这盘就是非常传统非常中规中矩的一个打法 好 这边再转头练312 那这里练极其实这盘 木队120的练极 还是 限制的还算不错 虽然说没有能够 骚扰到特别多东西 但是 其实120练的也挺慢的 120里面的宝物也算一般 AC在前面想卡小狗的位置吗 DH因为这个DH他是没有啊 他是没有两级 他没有抽蓝 他限制不了DK的蓝量 所以说这边很难杀狗 很难杀狗 就是追 对 对 就只能拖延时间 就是干扰你 对 等 安夜的想法可能是拖到自己的小路出来 自己在 在练习 或者说怎么样 DK这边没有粉 AC第一时间发现隐身好的 反应非常快 第一时间看见了这个DK是没有粉 而且这边DH两级了 DK的蓝就被抽了两下 这边耀零有点上头啊 有点上头 你没有粉你想杀AC 这个 被人 这里被木一通暴打 而DK的蓝量也耗光了 这二伯六手烧陷气好凶啊 是的 耀零是二本好了 升三本 这盘耀零稍稍有一点点变化 他二本好了之后感觉他 好像没有第一时间点三本 他是先点力血 这种比较细的东西的话 可能对于亡灵三本一波的timing 还是有影响的 哇 木再练中间的一个蓝胖子 又是一个头盘 又掉了一个头盘 那木这盘前期打的可以说 这段时间打的非常的好吧 局势应该说有一点点小优了 这个装备很好啊 对 这个装备非常适合回家补给 阿尔巴拉纳加 我边是直接把树吃开 从下面吃上去 这个地方看看能不能练个大雪平 对的 对的 1-0也是觉得 这个前期感觉 没有怎么练到几 自己 自己出来也不去陪对手了 抓紧练集 一切都在 为三本的那一波 展够状态 展够等级 等会那一波做准备 这个宝很重要 什么大蓝瓶 抽蓝棒 都是很不错的 哇 一个人过来抓 你这个有点点凶啊兄弟 他主要是让经验 顺便去 这边也是让木这里练集 确实啊 比亚有点危险 力气没蓝了 死亡骑士三级了 三级DK 抽了一下这边 18C杀 哎呀 差一下 他刚才 也是没有办法再跟输出了 不过这个巫妖让经验让的还是很到位的 对的 可惜是刚才被DH抽了 没有蓝 抢怪 火龙想摸 但是木这不给你摸的机会 直接先把火龙杀了 哦这个装备不行 火轿卷轴得以没有啊 对火轿卷轴的话等我卖了吧 卖了换一换成别的东西 再买个头环 王林这边三本生好 已经随时准备发车了 发车 再三发一个辣家 这波的话 一二零看看一二零是怎么想 如果他觉得这一波去对手家里面 没什么机会的话 他可能 也有可能是以一个压点为主 他不是说非要去暗夜家里面的 他有可能会抢七十四 因为这个地图中间 各个练剂点离得比较近啊 你把七十四都抢了 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练剂点 而且这个时候 木应该是会比较猥琐在家里面 是的 这边一二零来进攻 三发那家 木应该也是说好准备了 木这波还是 是的 这波还没有熊啊 DH一个人扛在前面 直接2AC 两个AC倒了 还有那家 木的那家位置有点差 我觉得这个 这个那家主机被秒杀了 但是一二零的那家 也被打跑了 这那家感觉 得追火 没血得追火 而且小路结束 还好有结束 但是后排被突得有点厉害啊 我觉得木的那家站位还是有问题 是的 一二零的其实也有问题 一二零的那家主要是在 他因为他想杀木的那家 所以自己的那家走位的不是很好 对 一K一八C 哇那这一波木是雪亏啊 雪亏 而且他会待会很缺补给 是的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输出来 击杀小狗了 小狗的话 攻击力特别高 哎 直接漂亮 一个没杀 还老还手赶紧加上 哎 出来了 那家也出来想 想 想 虾一二零的力去 有无敌 无敌 再干木的蝶去 现在熊也出来了 感觉这一波应该能扛 看看蝶能不能顶得住啊 家里面应该还能带来雪瓶 那家走 那家 木的那家没有操作 那家操作 反应稍稍慢了一点点 没动被打了几下 哎呦 那家 二进攻了 一级的那家死了两次 还好一级 好消息是一级 坏消息也是一级 坏消息死了两次 好这个 那家应该也快活了吧 120那家应该已经活了在路上了 在路上 这路上的话 这两个熊可能就危险了 120这边被截了一个蜘蛛 这两个熊 哎呦 各凭本事了 大难临头各自飞 120可能需要边练边補了 是的 这个看这一波打完的话 120的局势其实 已经非常可以了 是的 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这个地方来个大难匹 基本上就赢了 这边刚被打了一顿 他还得回家补给 他现在特别慌了 不敢乱出门 你看胆子很小 只敢练小点 这个点位啊 练跟不练啊 差别不大 120这边胆子就大了 他练击效率很高 而且 全是挑肥的练 等个盒子过来 一边练一边补给 120的盒子没有 现在补给 盒子没有是个问题 没有实现边练边补 主要是现在莫文 没有什么办法去阻止他发跃了 是的 现在地图明显 是右半边的点位更多 练击点更多 是的 哇 木居然在练 木实在是 上一波压力太大了 居然练自己中间这个龟啊 这个龟 这都是最后练的 对 这个是最后练的 这个龟的首先一个是 收益非常低 再一个是他离你加近啊 如果你抢这种点 基本上就意味着你 你已经放弃外面更没的点了 你就很难打了 120是全挑大的点 是的 待会可能会有 英雄等级上的差距会比较大 嗯 你看到现在的话 看120 比木实多练了两个海龟 这把 这把木的这个装备其实还挺好的 那木如果想后期 能够翻盘的话 可能要想 能不能够转型出鸟德啊 那鸟德起飞 能够打毁灭 来个抗魔妖带 看一下恶魔猎手 对恶魔猎手装备是非常好的 吸血光环也还不错 可以给熊吸血 打到高人口的话是个不错的装备 这边力士装备很好 掉了勇气勋章 这是力士非常喜欢的一个装备 既能增加自己的智力 也能增加力量 两个都是亡灵非常需要的属性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 获魔猎手的装备啊 其实有点 到这个节目也又觉得有点不够了 因为对方等级起来了 这种时间可能有的时间 他更需要一个单船 有的时间保存 保存单船的那一套 可以让DH马上空血回到战场 比一个其他的什么 使环啊 这些装备会好很多 D20这波来进攻啊 这波进攻 这个大点来的几点吗 这波进攻要领想的可能是 家里这两个点都是碗里的 先过来打你一波先 等会再TP 打你一波看打得怎么样 TP回去再练左边的点 什么猫 哇哦 这个装备肯定厉害了 这个是恶魔猎手最极品的装备 是的 马上5级了 这个恶魔猎手 到现在基本上毕业了吧 这个装备基本上毕业了 没有啊 不需要更好的装备了 两会就是选拟自掉 如果有机会就 哎呦 回家就是一套伤害 直接打一套 没关系 家里的瓶水很多 这波耀灵应该就是打打看 能赚几个兵赚几个兵啊 感觉打得差不多了 我就TP走 反正都是要回家 就是机前来偷袭一波 这恶魔猎手真的压力蛮大的 还在打恶魔猎手 我这恶魔猎手还在打 就这装备都有点靠不住 这个打得有点过头了 感觉耀灵已经到差不多得TP了 再不TP要出事了 立血 这恶魔猎手吸收了很多伤害 这恶魔猎手吸收了沉沉沉的伤害啊 这一波TP的话 有点晚了 有点晚 不过好在他刚才拆了对手两口越紧 那这里120这波倒也不算亏 因为120还有两个自留地嘛 所以他还有两个点 120也是算好了 反正这波打完回去再来两个点 算好了这波打完回去 我正好还要练急 然后我正好把状态打没了 一边练一边补 接下来120是不是要转型出大量的出了 看看他怎么选择啊 看看他怎么选择啊 120这边是破了人口的 破人口的话 练集的练集钱会少很多 孟这边还在压人口 但是孟练的点位确实有差距 英雄等级20这边更高啊 但是 这个DH掉了这个装备以后 我感觉暗夜已经 感觉没有说有什么烈士了 恶魔猎手掉这个装备太厉害了 他现在拥有12.1的护甲 而且输出也是非常的高 他是个5级恶魔猎手 他这个抽篮一下抽150 亡灵可能打团前都没什么蓝了就 所以亡灵还是要坚决对这恶魔猎手 打魔法输出 一定要先把他打跑 就如果在暗夜精灵家里面 我觉得暗夜精灵还能顶 到外面的话 这恶魔猎手还是有压力的 是的 现在暗夜 现在木应该是会采取一个龟缩战术了 所以这个时候 120会不会可能选择去开矿 也有这种可能性 看见一个小精灵 DK都快5级了 抽一下 躲在墙角给你直接一发抽 死亡其实人生啊 瞬间感觉没有意思 DK这边是卖了吸血光环买了群魔 如果等火直接冲到暗夜家里面的话 我觉得暗夜在主场是完全不虚亡灵的 就凭借这个DK 我在主场我肯定不虚你 因为这版里面可以看到 其实耀灵身上的英雄的输出桩 还不算特别多 他的娜家几乎就没有输出桩 只有一个力量有 面对这种DK的话 他会有点点乏力 有点挡动 而且现在最关键 我觉得地图也少干净了 可能要么就开框 要么就压制 12066人口 要来一波了 来一波 这波120我感觉不能 他想赢啊 他如果要赢的话 他不能说 仗来就打DH 这个DH 如果你打他 再配合他家里的井水的话 真的有点难受 你得先可能考虑 先扫熊 这边DH 还在压DH的血 还在压DH的血 用物理攻击在地 哎 偷心大家 物理大家 物理大家 直接交出了无敌啊 DH王者归来 真的要打他吗 你真的要打他吗 打了一下算了算了 打不过不是对手 还是先打熊吧 先打熊吧 真的动不了 熊关键很脆 这个熊好杀 这DH真打不动 先把熊杀了 再考虑一下DH的事情 但是这个欧魔力组 如果你不管他 他有可能到六级 这边 交无敌 你到敌 DH保存 这边 耀灵的局势不是很对啊 这DH太厉害了 现在欧魔力组过来 又回来了 满血复活 先杀小鹿 这个DH你要打他吗 真的打不动呀 兄弟 现在也只能打小鹿了 不打 完了大家 那加低了大学瓶 刚大学瓶一发电 魔力组现在没有人 这边压力 这DH太厉害了 装备太好了 掉了这个 小鹿有点站不住 耀灵这边也是在想办法下 能不能偷袭木的那加 这个那加拼命往里面转 但是回到家里面了 现在木也知道我的唯一的 但是自己的那加被抽死了 哎呦 现在两个那加都很危险 那这个耀灵还冲进去 他不想出来了 觉得 这DK出不来了呀 他出不来了 这没TP的 那加 那加已经没地方走了 那加先TP 哎呦 死亡骑士也没地方走啊 小鹿已经卡住了 卡在里面了 出不来了 那加 那加 我一定要把这个那加杀了 死亡骑士有无敌交出来 地龙无敌 力虚怎么办 随面在追 力虚扑了一个兵家被冲死 哎呦 我们继续 恭喜莫 再次恭喜莫 连下三成 可以说这一波防御做的真的非常到位 是的 哇 这场赢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在一张烈士的地图上击败120 没错 可以说 而且可以说第一波防那一波 那加上来死了以后 局势非常的烈士 是 现在就看银飞了 感觉刚刚我不赢了以后 最开心的是Fly Fly笑得好开心啊 虽然说前期我们这边 120这边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前期的几波干渴 然后包括地除的一个刷野怪 节奏也很好 但是后期这一波 只能说更胜一筹 也有一定的保护的因素吧 因为这盘恶魔猎手的保护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是的 掉了一个头环 然后掉了最后那个美国队长 特别厉害 这个五点敏捷根 就是比起说前两局 这一局120在前期遏制 我们月神的这个发育上 做得已经很好了 是的 是吧 但是还是在那么一点点 就是我们恶魔猎手 他前期的这个发育 包括他掉的这个装备 就没办法 只能说是更胜一筹啊 对 有可能 对120来说可能 不要主动去进攻木的主基地 是的 就是自己开矿把木逼出来打回好一点 因为你们看到 这个恶魔猎手 他每一波团 他是能吸收三波 甚至四波伤害 然后回家喝满水再给你打 你知道这种DH装备又好 然后他还能喝水 你跟他打真的是非常的难 对 恶魔猎手相当于是几条命的 是的 可能打热打热发现他血又麻 对 你费了9625之力把他打成半血 把他打成浮水 人家喝个水回来 哎 血麻了 血麻 所以这一波其实120去开矿的话 可能就是会更主动一点 是的 是的 那只剩下最后一条命了 只剩下Infi了 怎么说最后一局 Infi打木的话 这个Infi其实也 怎么说他可能打的平时 最近一段时间比赛打的也比较少 嗯 那也只能说是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上一局的highlight 届いた 另一个节目 在影响下 您是ois ç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